夏天明性感漂亮的极贫小沈,李他叔小21岁,常被人称作老头杀手,可是这天,郑叔却跟夏天明说,小沈离家出走了,然而没过多久,夏天明竟在一个神秘的剧略部,看到了小沈张莹的身影。 大家好,我是侦察院频道主播老黄瓜,接下来继续讲述今天的故事,夏天明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打工仔,上周末他正在睡懒觉,不到起点他家的房门就被敲响了呢,夏天明烦躁的开了门,一看是对门的郑叔来找他了,夏天明问郑叔这一大早的,什么事? 郑叔看起来精神违靡,整个人都显得很消沉,与平日里意气风发的样子完全不同,这令夏天明有些奇怪,郑叔没有理他,手里拎着个买菜用的不多,直接进入了屋,夏天明请郑叔坐的沙发上,给他倒了一杯水,谁知他从裤兜里面拿出来了一瓶白酒,夏天明意识到了不对,急忙问郑叔这是咋了,郑叔说张莹半夜跑了,郑叔掏出什么事? 给夏天明看张莹给他发的一条短信,张莹说他们不合适,他走了,内容很简短,就这一句话,夏天明对郑叔说,他们感情一直挺好的,是不是因为他子女不支持他们在一起,张莹才走的,当初郑叔和张莹在一起,遭到了郑叔家子女的强烈反对,郑叔58岁了,而张莹才37岁,两人的年龄相差太多了, 郑叔的子女认为,张莹是想骗郑叔的钱,还称张莹为老头杀手,张莹和前夫也是典型的老夫少妻,后来张莹的前夫死了,他得到了一大笔遗产,如今又找了郑叔,难免让人怀疑他的动机,可郑叔不顾反对, 坚决要和张莹在一起,导致郑叔和子女之间的关系,闹得越来越僵,半年都没有来往了,郑叔说不是这个原因,他摇头叹息着,夏天明想了想,也对,如果当初张莹顾虑子女这种问题, 那就不会和郑叔在一起了,何必等到半年后再分手了,夏天明问郑叔是什么原因,郑叔支支呜呜,似乎有些难以启齿,见此夏天明打开了桌上的白酒,给郑叔倒了一杯,一杯白酒下毒,借着酒尽,郑叔才终于开了口,他说最近这段时间,他早上一醒来,总看到张莹屁股下面的床单是湿的, 而且还散发着他体液的味道,夏天明问张莹难道是自己解决需求了,郑叔艰难的点点头,一口干了一整杯白酒,夏天明震惊不已,张莹皮肤白皙,五官精致,身材火辣,堪称极品有物,他第一次见到张莹时,是去和郑叔下棋,当时张莹的穿着非常清凉,说实话,要不是夏天明和郑叔关系好, 他肯定抵挡不住张莹的诱惑,早就勾搭他了,正当夏天明想入非非时,郑叔竟然从补兜里,拿出了两瓶壮洋药,放在了茶几上说他用不上了,给夏天明,弄得夏天明有些尴尬,郑叔说他年龄大了,心有余儿力不足,而张莹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,得不到满足也很正常,但郑叔毕竟是个男人,觉得张莹做这种事, 令他很没面子,他也不好意思问张莹,只能装作不知道,每一次没等张莹睡醒,郑叔就用挖布把床单擦干了,他怕张莹耐不住寂寞出轨,因此到药店买了两瓶壮洋药,可还没来得及吃,张莹却离家出走了,夏天明问郑叔的钱有没有少, 他不放心地问了一句,郑叔说一分没少,张莹只带走了他的衣服和首饰,夏天明有些疑惑,张莹明知道郑叔年龄大了,那方面不行,为什么还要和郑叔在一起,以张莹这么好的条件,肯定会有很多年轻的小伙子,巴不得上赶子的追求他, 如果真是因为那方面需求得不到满足,直接给自己找个年轻帅哥就好了,而且张莹是不是真的不是为了钱,当初郑叔和他在一起时,并没有领结婚证,因为郑叔对张莹还是有防备的,怕得自己万一哪天先走了一步,家产最后都跪了张莹,子女什么也得不到,因此夏天明觉得,应该是张莹从郑叔这里捞不到钱了,这才选择果断离开郑叔, 夏天明叫郑叔别难过了,再找一个就行了,郑叔年轻时是做生意的,存款的有好几百万,找个老婆真不是什么男士,但夏天明没想到的是,郑叔此时竟显得如此专情,郑叔说谁和他们年轻人似的,患女朋友比换衣服还快,他对张莹是真爱,他就是只稀罕张莹,说着说着他居然捂着脸哭了,夏天明看着他这一份专情的样子, 瞬间鸡皮疙瘩掉了一地,可就在夏天明被郑叔弄得好气又好笑时,郑叔却突然从沙发上栽倒在地,吓得他赶紧拨打了120,不过刚把郑叔抬到救护车上,还没等抢救,他就自己醒过来了,保险起见,夏天明还是把他送到医院做了全面检查, 并且联系了郑叔的儿子,没过一会人就到了,医生推断,郑叔毕竟是年纪大了,情绪过激很容易导致短暂昏迷,身体应该没什么大问题, 但一些项目的检测报告还没有出来,需要留院观察,夏天明本想留在医院里陪陪郑叔,结果他的朋友刚好在这时给他打来电话,非要叫他出去玩,还说有一个神秘的拒留部,游戏花样极为刺激,他肯定没见过, 听朋友说的神神秘秘,夏天明还是没经受住诱惑,答应了下来,反正正书的儿子在这里陪着,也用不着他帮什么忙呢,于是他出了医院就直奔目的地, 这个神秘拒留部,在郊区的一处独栋别墅里,进门就得交一千块钱的入场费,保泽没资格进去,一楼大厅喊热闹,傍眼望去里面的有三四十个人,中间的位置站着十个身材火辣, 穿着暴露的极品美女,自周围的一大群都是男人,正当夏天明疑惑他们都在干什么时,旁边就走过来了一个女服务员, 给他讲解了一遍游戏规则,这是一个蒙眼猜女人的游戏,那十个美女统一站成一排,而每个女人的身上都挂着一个号码牌,分别写着一到十号, 在做游戏前,男人先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美女,并且记下她的号码, 然后男人要上去挨个斧摸这十位美女,再记住每一个人的触感,第一次是摸十个美女的手, 而第二次则是摸他们的胸,一定要记好自己想选的,那个女人的触感和号码,准备好之后,游戏就会正式开始, 一次收费一千块钱,负责指导游戏的女主持人,会先问男人选的是几号, 然后主办方则会蒙住男人的眼睛,让他上去摸那十个女人,这时他们的顺序已经被重新打乱了, 男人只能靠着之前记忆中的触感,去找到刚才选择的那个女人,如果猜中了的话,就可以领着心仪的美女, 去楼上的房间为所欲为,可如果猜错了,那一千块钱就白花了,也无法获得开房的资格, 夏天明听得心圆意马,感觉这样的玩法非常欣喜刺激, 可比平时去洗脚城有趣多了,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扎紧了人堆里去排队, 随后看向了那十个美女,而突然,夏天明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, 居然是张盈,他怎么会在这里,夏天明愣了许久才回过审来, 暗暗唏嘘,张盈果然是个毫无底线的拜金女,不但当老头杀手, 还跑到这里来卖身了,好在郑叔没和他领结婚证, 否则郑叔的那些存款,都得被他给鬼走了, 亏夏天明以前对张盈的印象还挺好的, 而现在,他恨不得给张盈睡得走不了路,夏天明心想等着, 他待会一定选张盈,夏天明前面排了七八个男人, 等了半个多小时才轮到他,根据前面男人的表现, 他有些担心,光靠摸手和摸胸这两个触感, 很难猜中想要选择的那个女人,于是夏天明琢磨了一会, 可算想到了一个办法,女主持人拿着话筒问他选择几号, 夏天明说九号,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张盈, 虽然别的美女也不差,但明显没有找小沈来的刺激, 有着一层特殊关系的加成,着实让夏天明兴奋不已, 在女主持人的指导下,夏天明摸上了第一个女人的手, 他仅仅是接触了一下,就结束了, 他不能让这个女人给他留下肌肉记忆, 如果他只记住了张盈的触感, 倒是应该就能猜中了,很快摸过了八个女人, 夏天明来到了张盈的面前, 张盈看到他后,瞪大了眼睛, 脸上满是不可思议,问他怎么会来这, 在张盈的眼里,夏天明一直是个老实人, 不应该出现在这里,夏天明不屑地反论张盈, 他又怎么会这里,张盈羞愧地低下了头, 不敢正视夏天明, 但夏天明却没有心情和他叙旧, 一把抓住了他的双手, 让他的身体猛然颤抖了一下, 夏天明和张盈唯一的一次身体接触, 是曾经有一次, 张盈下楼崴了脚无法走路, 郑书也背不动他, 就叫夏天明来帮忙时, 夏天明把他背起来, 感受到张盈全身柔软无骨的肌部, 第一次体会到为什么说女人是水座的, 尤其是他的那两座飓风, 抵在自己背上, 让夏天明瞬间来了精神, 感觉很舒服, 从此就有些念念不忘了, 而如今, 他可以光明正大的与张盈接触, 怎么能不兴奋, 夏天明稳定下心神, 仔细摸着张盈的御手, 努力地记下这份触感, 每一会, 主持人就提醒他时间到了, 每个女人只能摸一分钟, 不能超时, 夏天明松开张盈的手, 竟然发现他的俏脸已经红了, 夏天明心想, 装什么清纯, 小神怎么有脸害羞, 他对张盈冷笑了一声, 便转身去摸另一个女人了, 很快游戏进行到了第二轮, 摸凶, 这个玩法可是夏天明非常期待的, 虽然他一心只想选张盈, 他抓紧时间掠过了其他女人, 快步走到了张盈面前, 但他却将头扭到了一边, 闭上眼睛, 紧咬着嘴唇, 夏天明注意到他的手指紧紧地捏在一起, 看样子十分不情愿, 这顿时让夏天明心里很是不爽, 连老头小沈都接受的了, 到他这怎么就一个劲地装清纯了, 夏天明毫不怜香惜玉, 一把就抓了上去, 那令人疯狂的触感, 根本停不下来, 他越柔越起劲, 直到主持人提醒他好几次, 夏天明才恋恋不舍地松开了手, 还在张盈那里留下了一堆红色的抓痕, 最后主持人用黑布将夏天明的眼睛蒙上, 牵着他的手, 带他去挨个抚摸那些女人, 前三个夏天明非常自信地排除了, 但等到第四个和第五个时, 他猛了, 这两个女人的触感都很像张盈, 他没法断定到底是哪一个, 而时间又所剩无几, 幸好情急之下, 夏天明突然想到了张盈的胸前有一颗黑痣, 那是因为当时他在郑书家里待着, 张盈俯身给他倒水时, 他顺着张盈的领口看到的, 那白花花的柔嫩和深深的沟壑, 都令夏天明至今难忘, 可惜刚才摸的时间太短了, 还不过瘾, 有了这个指引, 他又仔仔细细地感受了一下二人的触感, 当即断定了第五个时张盈, 夏天明立马告诉了主持人答案, 主持人说回答正确, 他给夏天明解开了蒙眼的黑布, 随后给了他一张房卡, 让他带着张盈走上二楼的房间, 夏天明兴奋地看向了张盈, 可张盈却是一脸的抗拒,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, 见状, 夏天明拉着张盈的手, 就静止向二楼走去, 张盈却一下子挣脱了他的手, 也令所有人当场愣住了, 张盈问向主持人, 这单他能不能不接, 主持人说不行, 他没有选择顾客的权利, 除非他退出俱乐部, 主持人强势地回应着, 见此张盈心里又挣扎了一回, 最后还是无奈地选择了妥协, 不过夏天明却因此握了一肚子的气, 当了这么多人的面拒绝他, 他的面子往哪放, 心想着看他一会怎么在床上收拾张盈, 夏天明粗暴地拽着张盈, 就往二楼走去, 在服务员的指引下进到了房间, 服务员一走, 夏天明就将房门关上了, 卡着张盈的脖子, 静止将他按倒在床上, 随后扑了上去, 张盈叫夏天明别这样, 自己是他小沈, 夏天明说他们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, 有什么不行的, 何况张盈和他证书都已经分手了, 他这也不算对不起证书了, 夏天明狠狠地亲上了张盈性感的红唇, 张盈立即躲避, 挣扎得更猛烈了, 但夏天明掐住了他的脖子, 令他的头无法动弹, 夏天明再次亲了上去, 舌头直接伸进张盈的嘴里疯狂搅动, 他也不再反抗, 只能妥协了, 接着夏天明迅速扯掉了张盈的衣服, 张盈那白嫩诱惑的铜体, 完全呈现在了他的眼前, 令他血脉喷张, 此时夏天明的体内, 仿佛涌出了无数洪荒之力, 他再也按捺不住了, 面对眼前这个女人, 他上下棋手, 毫不怜惜, 疯狂地在张盈身体的每一处蒸伐, 不得不说, 这女人是真的极品, 次日天亮, 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, 指服员来通知夏天明到时间了, 他心满意足地穿好了衣服, 回头对张盈说, 下次再来找他, 此时的张盈就像被抽走了骨头一样, 浑身赤裸地瘫软在床上, 可他却还带着祈求的语气, 叫夏天明别告诉郑叔, 夏天明对张盈说, 他都和郑叔分手了, 怎么还怕郑叔知道, 夏天明细虐地看着张盈, 张盈神色黯然地低下了头, 没再说话, 夏天明下意识地皱了皱眉, 张盈是不是还要和郑叔复合, 要是那样的话, 他也太尴尬了, 夏天明离开拘留部以后, 和朋友一起吃了个饭, 下午三点左右, 郑叔的儿子给他打了个电话, 让他去医院一趟, 夏天明打车到了医院, 进入郑叔病房时, 顿时感觉到了气氛不对, 他疑惑地问怎么了, 郑叔的儿子告诉夏天明, 医生给郑叔做尿剪时, 在他的尿液里发现了七福丸, 夏天明脑袋嗡的一声, 七福丸常用作麻醉剂, 是以口鼻吸入的方式实现麻醉的, 现在经常被罪犯当作迷药来使用, 实行犯罪, 网上有很多关于七福丸的新闻, 多数都是罪犯用来迷奸女人的, 也有少部分罪犯用来杀人, 夏天明瞬间想到了张盈, 他的嫌疑最大, 夏天明严重怀疑是他想用七福丸暗害证书, 然后将钱财弄到手, 再逃之夭夭, 但是也不对, 郑书和他说过, 张盈没拿走一分钱, 夏天明和郑书的儿子沟通后才得知, 之前郑书的儿子怕张盈是来骗钱的, 便逼着郑书将财产转移到了他的名下, 否则绝不允许郑书和张盈在一起, 后来郑书妥协了, 怪不得张盈没拿到钱, 原来如此, 这件事郑书没和夏天明说过, 所以他一直没弄明白张盈的真实意图, 这件事太大了, 已经涉及到生命危险了, 不光是夏天明和郑书的儿子坚持要报警, 就连医生也建议他们报警, 毕竟欺负完这个东西属于管制药品, 一般人可没有使用的权利, 但令夏天明没想到的是, 郑书竟然坚决反对, 不让他们报警, 他说张盈不是这样的人, 夏天明觉得可笑, 郑书真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, 都到这个地步了还要维护张盈, 夏天明对郑书说, 即便不是小沈干的, 那也是有别的要害他, 让警察把坏人抓住了, 他们也就放心了, 夏天明耐心的劝导着郑书, 但没想到他突然又换了一种说法, 郑书说昨天他去医院做前列腺手术, 刚给他吸了麻药, 他突然害怕了, 然后就没让医生做, 这才在体内留下了七幅丸, 郑书的话令夏天明和郑书的儿子都是一愣, 难道真的这么巧合, 但是想一想也有这个可能, 毕竟郑书年龄大了, 前列腺很容易出问题, 郑书的儿子问郑书, 他要做手术, 怎么不和自己说, 郑书的儿子很不满, 觉得做手术不是小事, 但儿子的竟然都不知道, 这叫怎么回事, 万一出什么意外怎么办, 郑书说小手术而已, 有什么可说的, 再说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, 他就没告诉他们, 夏天明猜想, 郑书怕是为了保护张颖而撒谎, 夏天明问郑书昨天在哪个医院做手术, 他试探着问, 借此求证真假, 郑书说是三医院, 如果不信的话, 去家里找他的就诊手册, 就放在茶几上, 郑书说的底气十足, 根本不像在撒谎, 看样子是闹了一场乌龙, 在和医生说明了情况之后, 他们就都没报警, 郑书的身体没什么问题, 他们就给他办理了出院, 他的儿子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耽误了, 得回去加班, 于是托付夏天明把郑书送回去, 夏天明和郑书一起回了家, 进到屋里时, 夏天明特意撇了一眼茶几, 但没看到就诊手册, 于是问郑书就诊手册在哪, 郑书说可能是他早上扔垃圾时, 不留审给扔了, 听到这话, 夏天明立马觉察到了不对, 郑书的第一反应, 明显也有些慌乱, 不过他没有声张, 嘱咐了郑书早点休息后, 便立马赶去了神秘剧略部, 到了晚上, 别墅里的人更多了, 夏天明向场地中间看去, 已经增加到了三十个美女, 费用也增加到了两千一次, 张颖还是站在中间的位置, 只不过一脸的疲惫之色, 夏天明立马排了队, 想尽快选中张颖, 将他把一切都问个明白, 等了一会, 排在前面的一个穿西装的男人, 开始进行了游戏, 此人远看有些眼熟, 等看到他正脸时, 夏天明愣了一下, 这一家伙是小区物业的修理工, 李全, 前几天, 他还去夏天明家里给空调家福了, 李全一个月就三千的工资, 居然也能玩得起, 但看他西装革履的样子, 好像是最近突然发财了, 正当夏天明愣神的功夫, 李全已经做完了游戏, 不过他没猜中, 白花了两千, 本以为李全要结束了, 谁知道他又交了两千, 再次完了一把, 这一次他直接选择了张颖, 而且做游戏时, 很快就猜中了, 仿佛有什么秘诀一样, 但这很不正常, 之前玩的游戏只有十个美女, 想猜中都得用特殊方式, 如果当时不是提前知道, 张颖胸前有颗黑质, 十有八九下天明都猜不中, 而这次可是要从三十个美女中猜, 那成功的概率就更小了, 除非对那个女人的身体特别熟悉, 难道他们早就有一腿了, 夏天明突然想到了, 岛国动作片里的情景, 修理工上门修水管, 懂得都懂, 没错了, 他们之间肯定有问题, 张颖可真不是个省油的灯, 看着他们上了二楼, 进入了二零二房间, 夏天明想跟过去偷听一下, 可没有房卡, 服务员连楼都不让上, 没想到半个小时后, 他们就出来的, 夏天明躲在人堆里, 偷偷盯着他们, 可却突然发现张颖的眼睛通红, 眼角还挂着未干的泪痕, 明显是刚哭过的样子, 这是怎么回事, 眼见他俩直接出了别墅, 夏天明也急忙就跟了上去, 他们上了一辆黑色别克车, 这车明显是新买的, 还没有上牌, 他躲在暗处, 一直盯着他们, 随后看到张颖拿出自己的手机, 扫了一下李全的收款码, 并给他转了钱, 夏天明顿时傻眼了, 这是什么操作, 李全睡了张颖, 张颖还得倒贴给李全钱, 然后他来又说了一会话, 李全就开车离开了, 张颖又回头往别墅里走去, 夏天明立马冲过去拉住了他, 问他是不是和李全认识, 他给李全赚钱是不是包养他, 张颖皱起了眉, 并没有回答, 夏天明简直要被雷晕了, 那个李全长得也不帅, 年龄也四五十岁的, 凭什么包养他, 难道是李全的身体好, 夏天明有些自卑了, 自己才二十多岁, 居然都比不上这个修理工, 张颖说他要去上班了, 夏天明叫他等等, 要是和他说, 夏天明一把将张颖拉到别墅外面, 一处没人的角落里, 也不跟他再废话了, 说郑叔被人下了迷药, 是不是他干的, 张颖顿时慌了, 眼神四处闪躲着就要正脱离开, 夏天明说果然是他, 郑叔差点就被他害死了, 鬼的郑叔还坚持维护他, 不让他们报警, 他这么做怎么对得起郑叔, 夏天明怒不可恶的吼着, 张颖问郑叔到底怎么了, 他紧张无比, 呼吸都急促了起来, 夏天明说是他害的郑叔, 现在还关心起来了, 假不假, 张颖说他没害郑叔, 夏天明叫张颖别狡辩了, 等着去和警察说, 夏天明拿出手机就要报警, 张颖急忙抓住了他的手, 说是那个物业修理工害的郑叔, 也害了他, 可当夏天明听张颖说了接下来的话, 竟感觉那么的震撼和不真实, 因为天气炎热, 小区业主都需要使用空调, 前阵子物业同意给小区空调李家伍, 委派的就是物业修理工李全, 专门负责的他们这栋楼, 李全去到郑叔家里, 一看见张颖长得漂亮性感, 于是起了色心, 他在非法渠道买来的七伏丸, 还在给郑叔空调李家伏时, 偷偷将七伏丸放在了空调里, 当空调打开使用, 七伏丸就会通过除风口吹进卧室, 郑叔和张颖戏了七伏丸, 会睡得非常沉, 发生什么事都醒不过来, 而李全就住在郑叔的隔壁, 一到半夜就会顺着窗户, 爬到郑叔家的外墙观察, 朕他们都熟睡了, 就偷偷从窗户爬起来继续放七伏丸, 这样就能将郑叔和张颖迷晕, 在郑叔的家里为所欲为, 郑叔之前说的早上一醒来, 就看见张颖屁股下的床单失事的, 其实并不是张颖的自娱自恶, 而是这个卑鄙的李全, 趁夜里张颖昏迷时, 对他进行了迷奸, 李全睡完张颖后, 再顺着窗口爬回自己家里, 张颖不醒人事时, 自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 但每天醒来都很奇怪, 总感觉到身体有些异样, 浑身攒软无力, 身体上还总沾着一些液体的痕迹, 张颖还以为是郑叔有什么特殊的癖好, 趁他睡着了梦的, 也就没提过这件事了, 而郑叔却以为是张颖自行解决的, 他也没好意思提, 就这样, 反而给李全创造了更多的机会, 被他屡屡得逞, 然而在睡了张颖几次以后, 李全觉得昏迷中的张颖没有一点反应, 这样不够过瘾, 于是他又想出了一个更加邪恶的办法, 他半夜将张颖迷晕, 直接顺着郑叔家的大门, 将张颖抱到了自己家里, 还顺便将张颖的衣服和首饰全都带走了, 最后用张颖的手机, 给郑叔发了一条短信, 说他们不合适, 他走了,营造出一种是张颖自己出走的假象, 完全蒙骗了郑叔, 后来李全在自己家里, 把张颖软禁了起来, 将张颖当成了他专属的卸语工具, 还拍下了张颖的全裸视频, 一旦张颖想反抗他, 他不仅拿出视频威胁张颖, 还拿郑叔的性命威胁他, 被逼无奈的张颖, 只能乖乖地服从李全的一切命令, 而李全在顽腻了张颖以后, 竟然又将张颖当成了他的赚钱工具, 让张颖去神秘剧六部, 给人赔税帮他赚钱, 每天他都能从张颖那里得到几万块钱, 李全因此在短时间内报复, 还新买了一辆别克车, 他辞了物业修理工的工作, 穿上一身崭新的西装, 打扮的人模狗样, 每一天都能拿着张颖卖身赚来的钱, 去花天酒地, 潇洒快活, 夏天明不经后背冒出一阵冷汗, 不得不说, 这李全简直就是犯罪天才, 居然能想到将欺负玩家到空调里, 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欲望和目的, 这种作案手段, 一般人还真干不出来, 毕竟在八层楼高的户外, 要实现犯罪的难度极大, 或许只有长期在高空作业的修理工李全, 和传说中的蜘蛛侠才有这本事, 但是夏天明对张颖毫无底线的妥协非常气愤, 说他真是愚蠢至极, 这么大的人了, 怎么就不会报警, 张颖说他不敢, 李全要是把他的权裸式, 贫发给家人和网上, 他还怎么活, 而且李全就住在郑书的隔壁, 他真怕李全害郑书, 毕竟李全一直记恨着郑书, 真没想到郑书和李全, 竟然以前还有过节, 张颖告诉夏天明, 郑书年轻时是和李全一起做生意, 因为李全总偷着拔钱塞到自己的腰包里, 在被郑书发现后, 就告了李全, 后来郑书自己做生意越做越好, 李全则是越来越背, 最后混得啥也不是了, 这才跑得物业当了修理工, 二人也因此结下粮子, 尽管李全一直记恨郑书, 但也一直没机会, 做什么出格的事, 前几天去郑书家计空调家福, 李全和郑书说话, 郑书都没搭理李全, 而且也没给李全好脸色, 李全生气的和郑书吵了起来, 结果又被郑书损了一顿, 这才令李全妓怨已久的恨意彻底爆发, 张颖则是成了最大的受害者, 如今李全已经发了大罪, 他也破罐子破摔, 不在乎手上多条人命了, 因此张颖更是被他拿捏得死死的, 怕他害了郑书, 所以只能选择妥协, 夏天明对张颖说, 他也不能一直这样任由李全摆布, 何时是个头, 夏天明心里很不是滋味, 张颖说李全说过了, 只要等他给李全赚够了一百万, 李全就放过他, 夏天明无奈地摇摇头, 说李全已经丧心病狂了, 他的话怎么能信, 张颖说如果李全不放过他, 那他就和李全同归于尽, 张颖恶狠狠地咬着牙说着, 夏天明能看得出来, 这是张颖最后的底线, 但他不能坐视不管, 罪犯就得交给警察局处置, 夏天明叫张颖跟他走, 张颖说不行, 他不敢冒险, 夏天明强行拉着张颖上的车, 随后开车去了警察局, 警察了解完情况, 相当重视此案, 立马派人去了李全家里, 轻而易举地就将李全控制住了, 经过调查, 在李全的家里和郑书家的空调里, 都发现了欺负完, 证据确凿, 李全被捕了, 警察还在李全的手机里, 找到了张颖的全裸视频, 并将其销毁, 连带着神秘拒略部, 也给一起端了, 然而夏天明在路口供时, 险些差点把自己给送进去, 当警察问他是怎么找到张颖的, 是不是去神秘拒略部完了, 夏天明只承认是去了拒略部, 但看到张颖时就直接报警了, 后面什么也没干, 因为没有证据, 警察只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, 并没有处罚他, 夏天明被吓出了一身冷汗, 不是因为嫖娼被抓, 而是怕暴露和张颖发生了关系, 这要是被熟人知道了, 可就没脸活了, 那样的话张颖同样再也抬不起头做人了, 夏天明非常后悔, 和张颖发生了关系, 心里一直都很自责, 如果一开始就知道张颖被逼的, 那打死他也不可能干出这种事, 而事后, 李全归案, 张颖得救, 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出现了, 那就是郑叔知道了张颖和李全的事情, 被李全直接气得生病住院了, 张颖觉得没脸面对郑叔, 也就没再回来找过他, 哪怕郑叔给张颖打电话, 哭着说自己不会因此而嫌弃他, 但终究还是选择了分手了, 不过张颖虽然和郑叔断了联系, 却和夏天明联系上了, 有一天, 张颖让夏天明去一家咖啡厅找他, 夏天明犹豫许久之后, 还是开车过去了, 到了咖啡厅, 一看到张颖, 夏天明脸就骚得通红, 感觉真的不好意思面对他, 而张颖也有些尴尬, 但他却比夏天明坦然的率先说了话, 张颖问夏天明他俩的事, 他能不能烂到肚子里, 夏天明唯恐避之不及的回答, 他肯定不说, 张颖松了一口气, 不再说话了, 而夏天明纠结了一会, 开口问出了心中的疑惑, 他问张颖, 他条件这么好, 为什么要找年龄那么大的对象, 张颖欲言又止, 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, 夏天明猜不到是什么原因, 只知道他肯定不是为了钱, 夏天明说不方便就算了, 他不想让张颖为难, 张颖最后还是告诉了夏天明答案, 他从小就失去了父亲, 一直很渴望父爱, 长大后就想找个像父亲一样的男人, 所以他找的对象年龄都比他大很多,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, 那就是他先天无法生育, 这令张颖非常自卑, 因此他只能委屈自己, 去找二婚的男人, 听完张颖的经历, 夏天明更同情他了, 心里还是难过, 他这么好的女人, 却有着这么悲惨的遭遇, 真是红颜薄命, 夏天明正中的表态, 以后张颖有什么事尽管找他, 他一定全力帮张颖, 晚上夏天明请张颖吃了一顿饭, 张颖可能最近几天太压抑了, 一杯接一杯的喝酒, 结果饭还没吃完, 他却先醉倒了, 夏天明扶着他上车, 然后开车送他回家, 到了家里, 将张颖扶到沙发上, 刚准备去给他沏茶醒酒, 突然张颖一把拉住了夏天明, 眼神迷离且魅惑, 夏天明当然知道, 这是什么意思了, 女人喝了酒, 欲望比平时可强烈多了, 夏天明说这样不好, 他嘴上说着不好, 但眼神就没离开过张颖那性感的身材, 上一次和他发生关系后, 到今天还令人回味无穷, 要不是因为有郑叔这层关系, 还真希望能天天和他上床, 张颖醉醺醺醺的说, 反正已经有过了, 再多一次怕什么, 他大胆的抱住了夏天明, 柔软的触感又令夏天明心圆一码起来, 他故意说张颖之前挺反感和他上床的, 张颖说自从和夏天明发生关系以后, 他才享受到了做女人的快乐, 以前他的对象都是老头, 那方面不行, 从那以后他就迷上了夏天明, 希望夏天明再让他满足一次,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, 再不有所行动, 还怎么叫男人, 夏天明勇猛地压倒了张颖, 激烈地亲吻他, 张颖比夏天明还主动, 一边亲热一边脱掉了夏天明的衣服, 折腾了大半夜, 夏天明在没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, 来了七次, 反正张颖不能生育, 他丝毫不比担心, 只进行了潇洒和释放就行, 而张颖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, 完事之后, 整个人都软啪啪的, 像是一滩烂泥, 第二天中午, 刚睡醒, 一出房间门, 就看到桌子上摆着张颖做好的午饭, 夏天明这个单身狗, 突然有了不一样的感觉, 有个女人在身边陪他, 又能做饭给他吃, 似乎也挺好, 不过夏天明没想过要和张颖在一起, 毕竟张颖的那些经历, 他还是接受不了, 吃完饭后, 夏天明回到家里, 可能是昨天玩大了, 腰有点疼, 估计整肾虚了, 他当即响起了郑书送的壮阳药, 吃了下去, 这次以后, 夏天明和张颖就没再联系过了, 虽然夏天明还想和他发生关系, 但是都忍住了, 直到事情过去三个月后, 夏天明却突然接到了张颖打来的一通电话, 张颖说他怀孕了, 夏天明反问他, 他之前说过他不能生育的, 张颖告诉夏天明自己骗了他, 文言夏天明脑海如惊微乍响, 整个人像通电了一半, 全身僵硬, 无法动弹, 他问张颖那孩子是不是他的, 张颖喷了一声, 夏天明崩溃了, 他可不想洗当爹, 最后张颖叫夏天明放心, 他不会让夏天明负责的, 他只是想生了孩子, 体验一下当娃娃的感觉, 夏天明问张颖为什么不找个人嫁了, 光明正大的生个孩子, 张颖说他是个严重的大疏控, 实在接受不了比他年龄小的男人, 他和夏天明发生关系, 只是想借个种, 如果那些大叔还具备生育能力, 那他也就不会找夏天明了, 夏天明彻底猛了, 这话都能说得出来, 他怎么如此奇葩, 张颖说他只是告诉夏天明一声, 毕竟夏天明是孩子的爸爸, 如果以后他去世了, 孩子有什么困难, 夏天明帮他照顾一下, 张颖说完就将电话挂断了, 而夏天明则是巴逮了许久才回过审来, 他立马开车去了张颖家, 但张颖却早已人去楼空, 接着打个电话, 又发现他已经将夏天明拉黑了, 而换号给他打, 张颖依旧不接电话, 直到第二天, 夏天明发现, 张颖竟干净利落地注销了手机号, 从此他再也没能联系上张颖, 时光飞逝, 在兜兜转转之中, 三年一晃而过, 可是张颖依旧从没有联系过夏天明, 夏天明不知道他在哪, 也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, 而夏天明在这三年也已经结婚了, 有了家庭和宝宝, 可张颖会不会在以后突然联系他,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, 夏天明又该怎么做, 又该如何去面对那个未曾谋面的孩子, 好了,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, 我是主播老黄瓜,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,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。